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就已经有着东方巴黎之伟称 可以说 上海就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 这里鱼龙混杂 当时的上海是晚戏军阀卢永祥控制 这个永祥可不简单 他原本是清朝的军官 后来追随袁世凯 段祺瑞南征北战 辛亥革命以后就变成了孙护护军史 1917年 袁世凯死后 段祺瑞提拔卢永祥为正 江多军 但是在走之前 卢永祥就提拔了自己人 做了孙护护军史 这样上海还是继续在卢永祥的控制下 这个卢永祥控制着 当时最富裕的地方 其他人肯定眼红 都想着办法绊倒卢永祥 尤其是江苏都军齐某某 更加是眼红得不得了 后来的江浙战争 就是这两人打的 卢永祥在上海可以说是称霸地方 他的一个宝贝儿子 叫做卢小家 是当时四大公子之一 当时局势混乱 上海攀的黑帮也是很多 尤其是黄金融更是堪称上海无人敢惹 这个黄金融到底有厉害 他就是民国时期上海贪青帮的老大 有一次 这个卢小家带着几个便衣 到黄金融开的大世界剧院里面看戏 其中有一位美女唱的跑票 卢小家十分扫兴 就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想不懂 这些话惹怒了黄金融 这个黄金融数百大手在那里 就冲上去对卢小家拳打脚踢 这个卢小家见对方人多势重 是好吃的呀 八亏 信信的走了 第二天 卢小家带着几百人来到了黄金融的这家剧院 用枪顶着黄金融的脑袋 将人带上车拉走了 这件事在当时上海引起了轰动 黄金融这次知道自己闯祸 虽然黄金融是青帮老大 可是能对付得了拥兵数十万地卢大帅吗 卢小家将黄金融带回后 给好好教训了一顿 肯定是打得鼻肿脸轻的 后来黄金融的门人重金疏通关系 前往卢大帅釜底请罪 这才最终放回了黄金融 如果不是黄金融的门人重托 关系较大 而且拿出了几箱珠宝去求情 估计黄金融也没能活着走出来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